古时候,成为皇帝的妃嫔是每一个女人都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不知道有多少女子为了这一次机会拼了命地去争取,做梦都想成为一个受皇帝青睐的宠妃。 当一个女子得到皇帝的钟爱并成为妃嫔时,她的名字将被载入史册,想不尽的荣华富贵也将随之而来。 女性在每个月的特定几天都会经历一段特殊时期,被人们称为月室或者栗嫁,这个现象源于女性独特的胜利结构,是一个天然的胜利循环,讲历史故事,误人生智慧。 欢迎关注繁华五千年。 由于古人的思想封建保守,他们将这个自然现象视为污秽之物,因此在男女同房时,他们自然要避开这段时期。 当妃嫔来的月室,皇帝刚好要求侍寝该怎么办? 供女子侍寝。 古代宫廷内,每位妃嫔的身边都会有几个可以侍寝的官女子,这些女子按常理规矩也是可以侍寝皇帝的。 汉景帝以饮酒为消遣,每次皇帝端坐于大殿之上,沉醉于美酒之中时,成姬都会静静地陪在她的身旁。 一天,汉景帝决定让成姬侍寝,成姬心中既害怕又无奈。 她知道皇帝宠溺自己,常常迁就她的一切。 虽然不敢违抗皇帝的命令,但她也明白自己此刻实在无法服从。 机灵的成姬立刻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她暗地里找来自己最亲近的侍女,把她带到汉景帝的寝宫中。 她对侍女说,今晚你要代替我陪伴皇上,在她需要的时候尽职尽责,如果有什么需要,一定要记得体贴入微。 当夜幕降临侍女小心翼翼地进入寝宫,醉酒的汉景帝一时并没有认出。 就这样,侍女代替成姬侍奉了皇上。 第二天一早,汉景帝喝得昏昏沉沉,终于醒了过来。 后来她才知道,原来在她身边的不是成姬,而是她的侍女。 不过汉景帝并没有责罚任何人,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位侍女居然怀孕了。 十个月后,一个健康的儿子出生了,这个孩子被命名为流发,成为了汉景帝血脉延续的希望。 古代宫廷中,嫔妃们的身体状况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需要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良好,以便在与皇帝侍寝的日子里不出现任何意外。 当他们进入例假期间,他们可能会感受到身体的不适和困扰。 这个时期对于嫔妃们来说是特别敏感的,因为他们的生理周期会导致身体发生一系列变化。 七天的特殊时期,他们会感到疲倦,容易情绪激动,并且可能出现腹痛等不适症状。 这些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需要保持完美的外貌和体力,以便在皇帝的宠幸中保持优势地位。 为了避免例假期间的血流过多,嫔妃们会向宫廷医师请求帮助。 宫廷医师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他们洞悉人体的奥秘。 能够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他们了解如何调节嫔妃们的体内平衡,进而减轻他们的不适感和困扰。 用外物暗示。 汉朝时,宫廷中的嫔妃们过着纷繁复杂的生活,他们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免不扫皇帝的心。 也就是说,要避免让皇帝感到尴尬或难堪。 因此,聪明的嫔妃们发明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来避免来越视事情的情况发生。 每当越视期间,嫔妃们会戴上一枚金戒指。 这枚金戒指并非只是一件饰品,而是隐藏着深意的象征物。 当皇帝前来探访嫔妃的寝宫时,他们会故意将手上的金戒指展示给皇帝看。 通过这个细节,皇上便能心领神会,知道嫔妃当下正处于特殊的状态,即月经期。 毕竟人心天下,皇帝对于女性月视是十分体贴和谨慎的。 他们深知这是女性身体内部的自然循环,也是需要被尊重和保护的时刻。 于是,当皇上发现嫔妃手上佩戴着金戒指后,立刻明白这个妃子正在经历这个特殊的时期,皇帝并不会表现出任何不悦或让嫔妃感到尴尬的迹象。 这样一来,通过这个巧妙的细节和仪式,既不会让皇上吃到闭门羹,从而损害他的面子,也能避免尴尬和难堪的情况发生。 嫔妃们的智慧和机制使得她们能够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尊重,同时又能照顾到皇帝的感受。 东汉时期,有一位贵妃想出了一个独特而引人注目的主意。 每当立嫁来临之际,她会在唇边点上两个鲜红的小点。 这一点小小的改变不仅直观地表达了她正在经受月经的困扰,还让她的面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这样的妆容迅速在宫廷中流行起来。 这种妆容不仅直观地表现了妃嫔们的生理状态,还使她们更加美丽动人,红点渲染的妩媚面容成为流行的代名词。 无论是宫廷还是外界,人们都竞相模仿跟风。 宫廷内外的妇女们开始效仿这一新的妆容趋势,使之成为整个东汉时期的流行风潮。 五代十国的时候,天下大乱,地位高的妃子都会得到优待,一般都是让宫女在自己门口挂一个大红灯笼。 红灯笼的明亮色彩在宫中显得格外醒目,皇上无需言语,一看便知嫔妃正在惊妻,从而可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计划安排。 并非所有妃嫔都想有这种高级待遇,低级妃嫔可能没有这么多资源和特权,但他们也不希望皇上因为自己的惊妻而受到干扰或困扰。 于是,他们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在自己的胳膊或者腰带上绑一条红色的绳子,这样就更能吸引其他人的目光。 清朝绿头牌 明清时期,皇室为了更有效的传宗接待,采取了一项独特而巧妙的措施,即设立了静世房。 这样,这个机构就成为了皇帝和妃子们之间有效沟通的一个桥梁。 正因为有了这个机构的存在,才使得皇帝和妃子们之间相互交流起来更为方便,也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彼此,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双方之间不必要的误会。 静世房后来成为了整个皇室后宫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首要任务就是将每个嫔妃的经期都做一个详尽的记录,以便于及时调整,以增加他们怀孕的机会。 通过静世房的存在,妃嫔们的生理情况得到了精确和详细的归档。 每当一位妃嫔经历越世,这个关键信息会被仔细记录,以便皇帝在日后的同房计划中做出相应的调整。 此外,妃嫔们与皇帝同房的时间也被精确记录下来,从而让妃嫔们在最容易受孕的时候与皇帝有更多的亲密接触。 清朝时期,随着制度的逐渐完善,皇帝的妃子们也有了更加规范的管理方式。 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便是静世房筛选并推出了一种特殊的绿头牌,用以确定晚上能够侍寝的妃子。 倘若某位嫔妃来了月世,她就会提前告知静世房的太监。 这并非因为宫廷需要知晓她的私事,而是为了避免尴尬的发生。 因为一旦嫔妃来了月世,她的身体就变得不适,行动也相对受限。 如果此时被皇帝挑中,那场景可谓是尴尬至极。 每一位妃子的名字,以及他们的荆妻,都在静世房里做了标记。 当一位嫔妃告知她的月世到来,太监们会记录下来,这样,在城上绿头签的时候,他们便能将有月世的嫔妃排除在外,以免影响皇帝的选择。 在古代,人类的知识水平很低,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谬误,男人们都觉得女人的月经不洁,所以对这件事都是避之唯恐不及。 在古代宫廷中,如果一位妃子来了立嫁,她不能直接告知皇帝,而必须采取非常隐晦的暗示方式。 因为直接向皇帝表明,这一事实将被视为大不敬之举,极有可能遭到严厉惩罚或被废处贬斥。 除了不能直接告知皇帝之外,妃子在立嫁期间还不能与皇帝亲近或发生性关系。 若在来立嫁的情况下侍寝皇帝,无疑会被视为对皇帝的极度不敬,会损害其妃子的地位和名誉,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古代人们对于女子精血的错误观念导致了一系列特殊的礼仪和传达方式。 好在已经摆脱了这些观念的束缚,现代女性在教育和经济方面的进步,使得她们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自由。 虽然还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女性将继续拥有更多的机会和优势,实现真正的平等和幸福。